哈囉,大家好 今天跟牛兄在聊天 牛兄有說到 現在數字人民幣的推廣 好像有一些阻力 效果不太理想 我聽了以後 是有產生一個靈感 現在我們都知道 微信支付寶 佔據了非常大的移動支付的額度 所以導致了 數字人民幣的推廣 遇到阻力 那要怎麼樣推廣能夠最快的打開局面 我是有想到一個辦法 就是 而且這個也只有 央行發行的數字人民幣能夠做到 是什麼辦法呢? 就是我們的任何一筆支付 都可以獲得積分 而且是永久有效的積分 這樣的話就會有非常的多人 喜歡使用數字的民幣支付 那麼下面我舉一個例子 來做一下比較吧 現在我們就一般三種方式吧 微信 支付寶 還有現金 那大家都知道 現金是不可能有什麼積分啊 根本也沒有辦法統計 那微信的話 我想微信支付好像 也沒有什麼積分的說法 支付寶 支付寶可能是有一些積分 但是好像也不是說每一筆支付都有積分吧 所以說 數字人民幣想要在 微信和支付寶的夾擊當中突圍而出 可能就是 只剩下這一個手段了吧 因為相比來說的話 老百姓清楚明確的知道自己的每一筆消費 甚至坐公交車的消費 都是有積分的話 而且永久有效 那日積月累 這個積分能夠兌換的東西 也不會太差吧 那換句話說 你使用現金微信支付寶都沒有積分 那如果換作是你 你會選擇哪一種支付方式呢 另外除了剛才說的 每一筆消費都有積分 然後積分永久有效 除了這兩個手段以外 還可以添加一個 升級版的手段 那就是只要使用數字人民幣支付 就能夠獲得一定的折扣 當然這個折扣不一定需要一刀切 統一八折或統一九折 這個完全可以靈活一點 打一個比方吧 比如說現在廈門的公交車 一般來說是一票字 也就是上車一塊 你坐一站路也是一塊 你坐十站路還是一塊 那你如果用微信支付寶 或者現金的話 一般可能就是一塊錢 那用那個 叫做一通卡 下面有一個一通卡 是打八折 那完全可以比照這個一通卡 因為既然一通卡都能打八折了 數字人民幣打八折 應該也是沒有任何難度 那其他的比如說地鐵 也可以參照這個折扣 那其他的比如說任何一個商家 都可以強制 必須有折扣 你哪怕是九九折也是折扣啊 相比微信支付寶現金一分錢的折扣都沒有 那也是好一點吧 所以說有這三個措施的話 我相信數字人民幣應該能夠完全的取代微信支付寶 所以數字人民幣想要推廣的話 我認為這三個措施 基本上可以完全的讓數字人民幣的支付 獨佔敖頭 好謝謝大家 不吃不渴 大蜇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